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Ronnie 梁乐燕 我现在身处的地方 就是在殷典之地这个营地 今天教宗方正觉 就会来到这里 主持闭幕微策 还会公布下一届的 国际细清节在哪里举行 我现在一起去看看一些片段 和访问吧 我自己身边的那些辞青就非常之积极 还有都愿意花时间去想 整个大会背后的一些想表达的主题 所以其实都是一个希望 我相信他们都会在这次洗车里面 看到希望的 看到我们的港澳区 特别是一些 都在辞青整个运动里面 都是服务了一段时间的青年人 看到他们这一次是真的想想想 如何延续下去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 他们都有不同的选择 但我都看到他们真的想努力地去延续这份 报销神恩的使命 以及将教会福传的使命延续下去 我最深感受是当性体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很自然地跪在那里 然后就是静下来 去将这一段时间其实都挺辛苦的 但是在性体面前 我感受到他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里 去找配合的原因 以及整件事的价值 我相信天主都透过整个潮拜性体的活动 去给他们一些信息 因为这一次我比较多些 去负责帮一些年轻人 去明白整个教会 透过这次世青上传递的信息 所以这一次是为我自己 是最清楚整个世青上表达的信息 包括隔离讲授、Opening Mask 还有很多道理 我自己都回头自己都要看 我相信这一次是为教会 即未来对一些青年牧民来说 其实有一些主题 包括方济国想带我们教会的路线 青年如何参与 其实很多的信息都在这次世青中 是很有系统的展示出来 我相信这次世青的经验 特别是这些主题信息的分享 都帮助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如何带领青年 希望吧 我想性质和那个使命都分不开 所以其实这次都很强调的 有信息和将新的复传方法 带到一个新的领域 我相信这些信息 如果是年轻人收到之后 他们都会思考 用什么方法去继续 延续这个复传的使命呢 而会不会都会有青年 因为这次世青会想想 其实过修道和斯大的圣详 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呢 希望有吧 大家好 我是杜神傅 在香港的元朗圣八都六圣保读堂 这次我们带了同样堂区里面的青年们 来到里斯本世青 参加世青 之后我们都会去朝圣 去不同的圣地 朝圣 那我这次就是第二次参加世青 那我上次参加世青 还是青年 还未成为神父的时候 就参加了2011年的 马德里的世青 那同样在那里 我都找到我的圣详 那我希望今次 青年们可能在世青里面 都找到他们的圣详 或者更加亲近天主 那希望青年在今次的世青里面 也有得着 那朝圣其实是我们去一些重要的圣堂 去参观圣堂 那整个朝圣都是一个祈祷的旅程 那我们在朝圣里面可能会有黑己 祈祷 祈祷 离撒 圣事 那是基督徒 非常之久的一个传统 那我们都是去一些很重要的 譬如法地马 去Santiago de Comostela 去路德 去祈祷 也都是一个祈祷的一个重要的旅程 那他们更加积极去祈祷 那也都是積極去领圣事 例如八告解 那也都是同样 也都是认识了世界 普世性的教会 那所以他们会大开眼 不止只有香港 塘 堂 区里面的青年 也都看到世界那么多青年 也是非常亲近教宗 也都一起祈祷 那是很好的一个气氛 做一个好的青年 那也都是希望今次他们 可以知道天主 在他们人生里面有什么指意 有什么安排 那也是和世界各地的青年 可能共用 一起朝拜天主 第幾次 應該是第六次 巴黎 色尼 馬德利 巴西 波蘭 普通話 六次 一個特別深刻是 昨晚在明宮聖誕的時候 見到幾位青年 我們自己和其他不懂的青年 跪在地上 像衛星塊 不怕骯髒 擦湯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朝拜 你知道對著是你的主 你的救主 就是一個超拜 這是一個深刻的年青人 有希望 可以這樣說 那你有什麼 跟這班年青人說 去完世青之後 今天 今屆的世青 要學習聖母 是急速往生區 就是探訪二十二 就是急速的意思是 不要等 就是 天主要你 現在回應他 不是明天 不是一年後 而是現在 天主給人的一些恩賞 你要馬上回應 就是 你說考慮太多 可能這個恩賞已經過了 可能天主給別人 所以這個是 有時我們有人覺得 天主我會聽你 但是慢慢來 是我自己的觸動 我自己說幾時 我都會聽你說 但是 幾時啊 怎樣啊 幾快啊 我自己決定 其實是 天主有時對人有期待 不是就是 你做不做 是怎樣做 是不是 天主要你 遲些才想 還是要 快些 要現在 有時候 我會去服務教會 等遲些 大些先 或者退休 那為什麼 又不能夠 將最好的年齡 the years of the youth 年齡的時候 這個時間 對人來說 好感動 因為呢 在這麼好的天氣底下 就完成了這個世青了 這個普世青年節 由8月1號 到8月6號 整整這個會期裏面 每一個青年都非常之感觸 因為呢 他們經驗到很多 尤其是與人相遇 我們聽到很多訪問 當中也都說到這一點 世青是否為他們來說 是一個完結呢 不是 正正是完結這一日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因為他要將這一份的使命 就是將這個世青的學到的東西 感受到的東西 帶回到自己的團體 自己的堂區 和其他教友、青年去分享 分享這一份的喜樂 希望下次更加多人來參加普世青年節 而下一屆的地方就是在韓國 教宗公布之後 韓國的朝聖者非常興奮 所以四年之後 就會在韓國首爾和大家見面 希望到時 你也能夠來參與韓國的世青 也繼續為大家祈禱 希望聖母媽媽 去保守著每一位青年 讓我們繼續學習聖母媽媽 起床 急速啟程 前往服務他人 謝謝你收看 下次見 再見 我們繼續 NAVJ 一起修立 開�� 開不要哭 開起來 開真的 開不が 更多細青資訊 請瀏覽我們炎月光普世青年節的網頁 以及follow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